介绍北众教头坐来大保乡 大保乡和平社区结合当地漂流墓 因着社区邻居作为来学习修提勤 和平传中国以后一直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以让大保的少年人欢向 这些套过社区因着两点兴兴 在中心台湾邦二小社区 北伴杂金家卫当中 有一个专业的大学生 修处回乡来北伴二小学习 大保乡和平社区结合当地漂流墓 应着社区邻居作为学习修提勤 和平传中国以后一直希望在这个应着过程当中 可以让大保的少年人来欢迎 这些套过社区应着两点兴兴 也会到很大的会认和赞助 是出外设台下的学生 他们回到这里来做仪工 来账募我们社区的卧工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看到这两个既工 他们典兴典了说 他们在外面所学习的一些地式 回到这里还教给一代的小朋友 所以我刚才来说 我看他们这段的活动 我産生很多感动和很多的幸运 我想说其实我们的年轻人出外 其实我们来是可以提前 跟他们对国康的一个连感 这个部分比如说 跟他们的全中国回到这里奉行 就像他们这个 学习的过程当中 来産生更多社区意识 我相信我们 和平社区 甚至我们建国的国康 会有更多孩子 在中心台湾望 理小社区培伴接近结果中 在台课学友专业的少年人 修处大力 会向培伴理小 就是会想要 有没有更多东西可以去寻 然后直到有一次我回来 然后家人跟我讲说 诶 协会这边有在 教巧提起 要不要来看看 然后我记得那一天晚上 我就骑车来这边 就看着协会里面 然后充满了小提琴的声音 然后一堆小朋友 就是那个拉琴的那个眼神 就是深深的吸引我这样子 然后就刚好跟 靳志他的摄影课结合这样 我可以教他们怎么打扮一种 对 然后还有一些特效 瘦商装 用日常可以买到的东西去制作这样 小朋友他们上DIY课的时候 就会很兴奋 然后都会抢着举手 叫我帮他们画 因为他们对这一块非常有兴趣 对吧 很新鲜嘛 因为 因为这是片乡唯一的伴徒 两片乡做双龙的 北部我出港族 得以两家庭女友 得到一处安全 温暖学习之俗 谢谢新新闻聪明董 罗伯乡 蔡翁博德 最快与最慢的结合 原本就充满了话题性 它是最快的高点 连接最慢的五分车 要以故宫南面为中心 这个区域啊 要变成是地方文化产略的记录 那才有可能带动这个故事的发展 现在最慢 要起来 就叫我来 我们在大中的同学都坐这 这三万岁 所以这要怀旧 也就要有这个旧的 你如果要坐这就要来咬鸡 这样才有意思 待会我在这大眼 就是要把这个顾鸡来念 两个五点 不能再给大家弄出来 前瞻一算 能够好 就给它开轮 那只能够好